大家好 歡迎收看麥格里特約 麥格里論證公房 我是Kicky Ho英文 今集的嘉賓請來有麥格里資本股份有限公知 香港應股證市場銷售宿官吳雲恩先生 歡迎Royan 早安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Stanley 大家好 早安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想問兩位嘉賓 歡迎打來204-6566 或者將問題電話到ASKBSchannel.com 和WhatsApp到91571428 或者Facebook和Youtube 也有Live 可以留言給我們盡快解答大家的問題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 恒新指數最新報在24255點 升142點 國企指數升72點 暴8,520點 但市成交率有399億 和兩位先說一下市 因為其實隔晚我們看到美股的表現 都比較震盪 三大指數全線都要跌 納指的表現更加最差 但是今天港股回來 不受外圍影響 還保持著升到8幾點 內放全線做好之餘 部分科技股 都帶著市上來 暫時看其實港股 是不是真的不受外圍影響 還是24000那個水平有些支持在這裏 現在有些分化 你見到港股就好像過去這一段的時間 和美股就好像不太跟 變成現在這一段的時間 變成說沒有個別發展 然後隔晚的時間 你見到那些中概股的表現 都不是太差 其實都可以的 所以變成今天又一彈下 不過這些市況就 有點難去預計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現在這一輪的時間都是 24000 24,25000左右 還有很多變數 其實大家都是 只有個王子 很簡單的 你說這些市現在這樣算法 你說大家入不入市 我都不要這樣 我想現在雖然好像好一點 但是真的有很多 一些單流的東西都仍然存在 所以變成了 是的 我又建議都是 炒著一個range才好一點 好啊 那Ryan 暫時港股 就沒有抓到一個方向 但是投資者又怎樣部署呢 其實真的都是一個range 因為現在都是見到 接下來都是那個 長假期農曆新年 可能有些人數都開始慢慢收慢著 或者可能有些提早收勞也不明白 所以都看到那些成交都開始慢慢 可能有機會 這幾個星期就會減少一些 但是我們看到 其實如果看回那個 技術分析那裏 那個衡生指數 其實暫時短期來看 就三個體象 一個體跌 稍微是看象那方面 就樂觀一點點 但是呢 如果我們看回那個交易地圖 其實這個昨天那個 其實大部份全部都是跌 尤其是那些的 騰訊那些就比較跌得多一些 那很多投資者在這樣的情況下 一賠了之後就會再賣回 而我們看回那個 那個弱勢股的排名方面 騰訊 而成交方面看回 騰訊也比較弱點 所以很多投資者 都會有關注這些股份 希望在低位可以用一些 衍生工具 用一些槓桿效應 去補助它的股價的走勢 好啊 又看看科技股的表現 今天看到京東就升得最多 暫時都升超過3% 即是美團都不抄 其實近來都看到它 一直在十天線那裡徘徊 徘徊了4個交易日 也都今天升超過1% 昨天其實都看到有些筆稅 買回來的 會不會說短線美團都可以炒一下上落 美團真的是炒一下上落 因為為什麼呢 都真的又是過去這段的時間 它那個股價表現 都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而且你記得到的 如果你有以往的時間 當有些可能你說 內地疫情相關的消息 通常都很炒美團 炒可能外賣這些東西 但是你見這次都不是很炒的 所以反映一下就是說 都可以炒一個範圍這樣 這些位置你駁它不穿下去 210元的 你都沒有的 你可能當它上去240元這位置 我想那個波幅 其實比我上來比較窄一些 而且你也正如剛剛提及到 科技股其實它的表現都很難觸摸一下 這一陣子的時間 所以你要是短炒的話 炒到Range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好啊 其實Ryan 美團多不多資金流入呢 其實有些投資者 趁它回了之後都會賣入 我們首先看它的其實分析 暫時是弱一些的 五個體象 七個體跌 所以都是下行壓力大一些 但是我們看看它的北水方面 其實昨天也看到很多投資者 尤其是內地的投資者 賣入它的股份 你看到它排第二最多資金流入 這個上海那裏 第二個圖就見到就是深圳 深圳就反而不是這麼多資金 但是都是十名以內 而我們看看科爾卵方面 昨天有股價 你看到 下面紅色的線就是股價有上有落 通常在低位的時候 就有些資金就進入科爾卵 就是藍色處長的圖向上 看到昨天稍微橫行一點 抽谷一點 都有些投資者繼續追貨 賣入微存科爾卵 所以看回這件事 今天稍微也升了一些 如果投資者可以看回回一些 或者可能現在想追貨的話 可以留意一些微存科爾卵 今天這隻微存科爾卵 偏好是28225 行使價是238.88元 這隻就算貼價的選擇 想將風險降低一點 年期方面稍微長一點 就是五月初到期 實際槓桿都差不多有五倍 都可以在這時候 如果想參與美團的少許波幅 可以透過這些衍生工具 有槓桿效應 可以捕捉到它那些走勢 好 美團開了一隻28225 另外騰訊 今天都升近百分之一 其實開始有很多大行 預計第四季的表現 很多大行都有削價潮 正常 中間又看到它 第四季的表現都會淡一點 經調整的淨利潤 我年是下滑兩成五 看到目標價527 Mond Stanley也看淡它的業績 目標價650元 調低到600元 但是其實 所有的目標價都是比現價高的 不過騰訊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大家應該還怎樣看它 騰訊 都是一個範圍 都是一個範圍 其實你說現在 如果你假設現在這一刻 你駁他的call的話 或者你買貨的話 你駁它不穿四百五十元這個位置 我覺得你駁它這個 因為如果你以回之前的想法就是 它的範圍都是四百五十元 到大概五百元這個位置 但是這一轉其實你見得到的 四百七十元之上 已經有一個比較顯著的阻力 所以如果你駁的話 這一則沒有的 你駁它這些位置 不穿回去四百五十元的 我覺得都值得去想一想的 不過穿了就真的要自己想一想 要自己考慮一下 是不是要減一減榜 因為當然你剛剛這個策略 是短炒的 而且如果你以回它的走勢去看的話 真的如果穿了四百五十元的話 有機會做到四百二十多的位置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炒騰訊的話 不是不行 不過真的可能要短線部署會比較好一些 那現在騰訊都去到四百五十七這些位置的時候 問問Ryan先生 會不會真的多人訪問 有真的多 我可以見到資金流 昨天來講 Colin那方面就最最多 我們首先看它的技術分析 短期來看 有七個體象 五個體跌 也算是多一點的 體象方面 但是同意Sandy剛才所說 都是一個雜幅上落的局面 所以都是捕捉短期的波幅 如果我們看上海方面的北水 暫時昨天的資金流向 北水是有資金流出的 在上海 都是比較有下壓力比較多一些 但是深圳方面 就是有資金流入的 反而 兩個市場都不同的 各有分別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總成交來說 總資金流向 那邊 可能會見到稍微資金流出多一些 所以壓力是有的 但是我們看到它昨天的Colin的資金流向 紅色的儲存圖就是Colin 看到騰商是一枝獨首 昨天是最多資金流入他的Colin 所以真的有很多投資者 趁他回了之後 又再買入 那今天呢 他的稍微升了一些 就是0.5% 就未夠1%左右 所以有些投資者 有機會可能繼續追貨 或者是又再等他回回一點點 才考慮再買入去買多一些 如果是真的想玩短期 補足他的波幅的話 又可以透過這些渦輪去部署 那今天這隻騰訊的渦輪 哪號呢 就是25288 行駛價是565.5元 而年期方面 就說的是4月初到期 那這隻就算是比較高的行駛價 但是就用回年期方面 就長短一點 相比現在比較活躍的那些 大約是3月左右到期 而實際槓桿就算是比較高的 這個有12.4倍實際槓桿 順帶一提 這隻對換比率是1對50 相比那些1對100 行都會快一點 敏感度都會快一點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 上落都會快 都要小心一點 好啊 騰宋哥這隻25288 另外其實看到最近的新能緣故 我覺得彈力都是比較弱一點 比一下阿迪 其實見到它由低位 即230多元 彈到上來 都升了一成有多 不過很多隔壁都問 這些位其實入得沒有 最近有個消息 就說它火拍中國一氣投資 就組新公司 主營開發電池系統 會不會有些炒作 雖然今天真的沒有了 沒有了 因為隔晚的時間 你見到那些電動車股 在美國那邊都是差的 那變成你也拖累了那個表現 不過其實沒有的 新能緣車這些板塊 就是看你本身 對於這個範疇的看法 就是比較上是正面 那我還是覺得OK的 我又不是看得很悲觀 但是只不過 就是可能之前的那些方面 我也解釋過 就是我說 可能那些電池的範圍 大家可能有點擔心 就是那個個性的情況 就是比我多或少 都對他的投資氣氛有些影響 所以變成比亞迪 但是我覺得這些位置 就開始部署 可能播他見底 可能播他250元 這位置不穿的話 我覺得也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 Ryan 你們那邊的技術分析圖 其實是看帳還是看跌多呢 對比亞迪 如果你看比亞迪 是比較弱的 其實分析圖方面 是7個看帳 8個看跌 其實兩者差不多 但是看帳的方面 就少了少少 但是我們看回 它的支音流向方面 有些科倫 其實近日都是支音流出的 因為你看到 它的紅色條線 即是股價 都是在高位 算作高位 短期的高位 所以有些投資者 都是短期獲利先 也是 如果你看回比亞迪 今天回了3個多 即1.5%左右 都不排斥 有些投資者 趁他回了之後 再加馬力賣入 他的科倫 即保存他的短期波幅 其實這幾段時間 各股也是 捉回他的短期波幅 上上落落的 可以用一些渦輪 有些高光效應 可以把潛隊 保有機會佩戴 同一時間都要小心 因為貴旋都會佩戴 今天 如果真的有興趣 看一些比亞迪的科倫 今天這隻 就是27394 行使價是285.5元 這個到期 是4月初到期 這個就是一隻 比較貼價的選擇 很多都是300元以上的行使價 這隻是280多元 而年期方面 這個就是 4月初 都算是比較適中的一種年期 而實際槓桿 都算是6.5倍 又是順帶一提 這隻的兌換比率是一隊50 所以都會是 走得快些 大家都要提及更深 好 比亞迪 Call 有這隻27394 最後想說到平保 因為看到他們 其實今天都 保持到一個升勢 成本1% 不過我看到銀保監 又針對一些 商業健康保 說了一些問題出來 又說風險保障不夠 業務經營的水平又不夠 但對於一些內險股來說 今天好像沒有什麼影響 平保 最近也在60元樓上 好像站定了 好像可以短線查一查 不過都是對於內險板塊的看法 比較保守一點點 當然你可以說這一排 它的表現是挺強的 甚至乎 如果以60元一個 當作參考水平 你把它不穿下去的話 可能短線 不過這些可能你要選 如果真的要選一些 要在部署上的話 可能我覺得它的貼價少少都不要緊 但可能你說 因為貼價少少的時間 可能那個罐槓相對比較大 這個可能會好些 因為我想停泊這些位 你再上那個空間 都未必太多 好啊 Ryan 平保 有沒有一些貼價的call選擇 都有的 其實我們可以再給大家看 但我們首先可以看 中國平安的技術分析圖 看到它的9個看漲 4個看跌 所以都是算做看漲的方面 比較多些少 而資金流向 看看call選方面 又是看那條紅色線的股價 其實都是有升有跌 看到有升的話 資金流出方面 真的比較多些 前幾天你看到很大的注重圖 是向下了 但順道一提 昨天看到它的股價剛剛超升了 戰爭所示 那些資金流向 都有省微雪資金 買入去追call 所以都是有些投資者 見它的股價 都會更加樂意 再追它的升幅潛力 如果又是去玩它 短期的包幅的話 今天我們有一種 平保call選擇 編號是294-38 行使價是72.88元 這算是比較適中的選擇 不算是太高行使價 而年期算是長一點 這算是5月初到期 其他那些很多都是說3月初 4月初 所以我們都打算 將風險用年期方面長一點 控制得好一點 風險沒有那麼大 雖然這樣說 風險可能會比較小一點 但是人生幫副比較低一點 相比提供實際槓桿 都會高一點 有10.3倍 這時候可以讓大家參考 除了買平保證股之外 都可以有些衍生工具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好啊 大家可以留意這隻平保call 294-38 也感謝兩位嘉賓 跟我們這麼詳盡的分析 和你們申報反應 有沒有遲有以上提到報告分 沒有遲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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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今週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到我們會有問答案 即稍後見 我們會有什麼 我們會 Sinne 我們會見 雅